枕边经典 爱情依三种境界耳 少年出乎好奇 青年在于审美 终年归向求知 老之将至义无反顾 我追索人心的深度 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 很多人的失落 是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励志 自认为成熟 自认为恋达 自认为精明 从前多幼稚 总算看透了 想穿了 于是我们就此变成 自己年少时最憎恶的那种人 万头攒动火树银花之处 不必找我 如玉相见 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能做的 只是长途跋涩的 归真反扑 看清世界荒谬 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 看清了 不是感到恶心 而是 惠心一笑 生命好在无意义 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 假如生命是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却不合我的志去 那才尴尬狼狈 无知的人总是薄情的 无知的本质就是薄情 一个爱我的人 如果爱得讲话结结巴巴 语无伦次 我就知道他爱我 悲伤有很多种 能加以意志的悲伤 未必称得上悲伤 常以为人是一种容器 成着快乐 成着悲伤 但人不是容器 人是导管 快乐流过 悲哀流过 导管 只是导管 各种快乐悲哀 流过流过 一直到死 导管 导管才空了 疯子就是导管的 淤色和破裂 一流的情人 永远不必训远 永远不会失恋 因为 我爱你 与你合设 我别无意乐 每当稍有意乐 哀愁争先而起 哀愁是什么呢 要知道哀愁是什么 就不哀愁了 生活是什么呢 生活是这样的 有些事情还没有做 一定要做的 另有些事 做了 没有做好 明天 不散步了 眼看 一个个有志青年 熟门熟路地 堕落了 许多个人 加起来 便是时代 爱一个人 没有机会表白 后来 绝技绝念 再后来 消息时有所闻 偶尔也见面 幸亏那时 未曾说出口 幸亏 究竟不能算 真的爱上 又爱上了 另一个人 表白的机会不少 想想 懒下来 懒成朋友 至今 还朋友着 光阴仍然 在电话里 有说有笑 心中物资庆幸 还好 否则苦了 人害怕寂寞 害怕到无耻的程度 换言之 人的某些无耻行径 是由于 害怕寂寞 而做出来的 轻浮 随遇而爱 未知烂情 多方向 无主次的泛恋 未知烂情 言过其实 炫耀伎俩 未知烂情 没条件的 痴心忠于某一个人 亦未知烂情 你的眉毛笑语 使我病了一场 热事退进 还我寂寞的健康 凡事看不起我的人 我总要多看两眼 康德的判断 对自然美 抱有直接兴趣 永远是心地善良 与不负善良的标志 此话可以反说 凡已不负善良者 乃对自然美 丧失了直接的兴趣 始终不肯背叛自己的人 即使吃了很多苦 最终却可以笑着 好了 今天晚上的文章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想听到我和应游的更多节目 欢迎关注我们的另一个号 剧听 相聚的剧 收听的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希望推荐给你的好友 好了 听完文章 如果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 说出来 今天就是这样 最后一首歌曲 伴你入眠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漫长的思念 挥荡在心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想念 多少年 多少年 你听不见 多少次想要就此生无可怜 别纠结 多少文 多少人 缠绕多少遍 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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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再只出新 不变 这阴当初遇见一瞬间 命运从此转一圈 相剧间感情线 偏偏填补随人缘 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 怎会拼命想再见 可一路太艰险 不着我们都沦陷 漫长的思念 挥荡在心间 像万语千言 不停随我 独向明天 多想念 多少年 你听不见 多少次想当求 此生可怜 别纠结 多少恩 多少怨 缠绕多少遍 遇见你一刻 才知初心不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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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走回原点 多少梦怕在泪水中会别说再见 多少痛多少前随风都湮灭 如梦初醒后才只爱你不见 走回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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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